我们看到205页 类题3 1-x的4次 真的要不要乘看比较麻烦吗 然后-1到1的定积分 那看我夸号几次 就所谓的合成函数 就用代换积分 那一样 微分有4所以 应该有5次嘛 对不对 4加1 5嘛 前面摆个k 然后给它微分 就变成5k 5-14 里面的微分-1 有吗 简单的代换积分都可以这样找到 答案了 5乘过来-1里面微分-1 然后这个乘一下-5k 1-x的4次 那对过来 -5k是等于1 这边有个1啦 系数1 所以k就是-5分之1 这边有个1 -5k等于1 k就等于-5分之1 所以你的不定积分就是-5分之1 1-x夸号的5次 这微分就刚好 我把它约掉 里面-1又跟他负负得正 就刚好是这个 1-x的4次 有吗 然后-1到1 -1到1 所以这部我也是后来加的 本来没有写这部的 1带进来 1带到这边来 那你有时候可以把这个系数提到外面来 不然会写一大堆负号 我把-1-5分之1提到外面来 单向的可以这样子做 如果你的不定积分是单向的可以这样把这个系数提到外面来 1带进来这边 1-1的5次 然后-1带进来 1-1的5次 有吗 那这是0 0的5次0 那这个1-1 负负得正2的5次 2的5次 那这里面是-32 -32 在乘上外面的-5分之1 负负得正 所以是5分之32 这种计算也要小心 就是符号比较多 符号蛮多的 请你抄起来 205页类提3 赶快写起来 205页类提3 写好,符号很多 看清楚 就我当时讲的 习桌布比课本简单吧,现在知道了吧 习桌布的比较好帅一点 我去试试 再解释一次啊 这里面学到比较难的题目 啊 1-x夸到4次 -1到1的定积分 那谁为分会长这样子 是否有个5次 1-x的5次 然后前面先摆个k 啊 代替个数字 让它微分啊 5乘过来5k 然后5-14嘛 连锁率里面的微分-1 所以乘起来变-5k 1-x的4次 那这个是对到1啦 这边对到这边1啦 所以k是-5分之1 k-5分之1 所以呢不定积分是-5分之1 1-x的5次 然后 画个直线1-1嘛 然后先这一步啊 我本来没有写这一步的 我直接用看了就可以算出来这样 那你们没办法那么快就多加这一步 这-5分之1把它隔在外面 单向的单向可以这样做 那个中夸号 1带进来这边 哦 1-1的5次 减掉-1带进来 那就负负得正嘛 最长是2的5次 对吧 这边0-2的5次 外面隔了一个-5分之1 那2的5次32-32 乘上-5分之1就变成5分之32 懂吧 这种计算要练习啦 这算是你们程度最高的题目了 在你们高中学的 打到第1个 超啊 好